雪龙慈激志工和淡米尔文小学的辅导老师 特地前来拜访这户 育有12位孩子的贫穷家庭 这户印尼人家 有几位孩子早已辍学 慈激志工希望能劝服妈妈和孩子继续求学 掌握一技之长改变家庭的命运 我今天跟HM聊了 我说我会跟苏黎家庭一起追求苏黎家庭 她说拜托去帮苏黎家庭 因为当中国人都能帮忙 如果一个老师可以放下身段来学生的家里 要求学生说你可以来听我说吗 我给一个求学之路也 因为我们曾经访试员去跟过家妈妈跟孩子 大家都拒绝了 所以我们觉得过来我们想到 老师其实是最有影响在这个家庭 16岁的长子 辍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好留在家中 热心的慈激志工 极力推荐他暴读 一所青少年技能培训中心 让未来的生活有个着落 教育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让他们重新获得发光发亮的可能 带新闻0105的马来西亚军火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